我記得我是19歲生日的時候 他不是在香港的 那時是異地戀的 之後有一次跟他出街的時候 他明天出街 他今天跟你說 明天你記得穿褲 然後去了一個地方很空曠 有很多鐵絲網 是什麼來的 原來他帶了我去一個搭直升機的地方 原來他預約了一個直升機 跟我上去環繞香港 有錢仔 二十分鐘四千元 十幾歲給四千元其實還可以的 很貴的 那你呢 直升機 我沒有什麼 我拍拖 都是異地戀的 在香港的 我寫情信的 你懂字嗎 我手字雖然比較酸 但我懂的 你為什麼寫得最漂亮呢 寫幾十年 是嗎 你寫直升機會不會漂亮一點 不知道你說什麼 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不知道直升機是什麼 其實我有一件事很想問的 因為我 幾歲啊 我不回答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一認識你 看這個兒童節目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個名字應該是假的 怎麼會有人叫蓋世寶 好像很武功 打功夫 但其實這個名字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真的 很驚訝 其實我沒有想過 其實印韓以來太多人問過我 你是真的叫蓋 對 但是細寶是誰 不知道 家人 是嗎 我們那輩子是蓋世 蓋世什麼 蓋世什麼 蓋世豪 對 有個堂弟弟叫蓋世豪 真的 真的嗎 就是爸爸的小朋友 很棒 真的很棒 很棒 很棒 對 我現在在維基檢查他的藝術 你繼續看 哈哈哈哈 不要想啦 老師好 老師好 Solo老師很熟臉 是韓家來的 對 我平時看新聞 以前看到他做anchor 我十幾十年前 哈哈哈哈 好介紹一下 教大家做一些很漂亮的cupcake 小小的可以一口放進口 又不用整個這麼大的蛋糕 分頭進行 我跟林欣就開始去寫字 那林欣就 我寫出的 你不要啦 你寫出的 我寫出的 最多筆畫的 等我來搞 老師我想問 現在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興趣去自己學的 是啊 其實現在的興趣就是學糖皮 還有學現在你手上擠這些糖霜 嗯 今天我們做其中一個步驟 如果整個要做要多久時間 Solo 如果整個都要做完的話 由焗到這些的話 我想做一打 做一打計的話 我都要做一個多小時 一個多小時 為什麼人家做得漂亮這麼多 又是資質的問題 還好意思說 蓋世寶那個很像樣子 我看到我跟林欣 我們都是同一派的書筷 哈哈哈哈 大家看到前面所有首飾 其實由設計 燒汗打磨 都是我工作室手工自己做的 嗯 我整個品牌的材料或者靈感 都是關於波蘭的 為什麼會是波蘭呢 真的在波蘭 對 其實大概四年前 我在那邊做委託 我自己本身讀事國藝術的 就在那邊教畫畫 哦 其實很多時候都很 那邊大概三個小時就下班了 哈哈哈哈 很多時間不知道做什麼好 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 到處找一些舊的東西 其實那邊就有一些古董店 一些跳褶市場 就很多這些 舊的餐具 一些大件的傢俬 其實到處找到 存了很多 舊的東西 它的數量很有限 哦 那我譬如有一個 咦 剛好試了一個款 可能只有一個 想多做一隻都沒有 沒有了 那這個就是一些 之前是軍用的徽章 哇 那其實就是一些 慢慢淘汰 一些大家 不會將它 記得的東西 那其實 手飾也是大的嘛 那其實把它 記住 做一個媒體 就保留起來